你在放的時候啊 你可以把它這樣子壓進去一點 這樣子它放上去的瞬間 就很像那個花朵展芒的時候 放一點點 再漂浮在上面 然後它的冰花糖就會慢慢的溶解 大家好 我們是QMaker烘焙工作室 快樂學習甜點室 我是美感道師QB KUMI 大家好 我是中後菜KUMI KUMI 然後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按讚 訂閱跟分享喔 有追蹤我們的人應該都知道就是 KUMI老師有加碼一個就是 收費的線上課程裡面 在那個棉花糖甜筒的 收費線上課程裡面 就包內餡非常好吃喔 如果你有不喜歡的人你裡面可以包 那個脆瓜 愛超會脆瓜 對 脆瓜 然後整人的棉花糖 OK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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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直接妳要站著 妳要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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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坐下 妳要記住什麼了嗎 妳要跟大家坐下 因為KUMI老師看到今天就是 長後還沒有恢復 身材 所以她今天全程要做著 她本來之前要露一顆頭 但是我怕她撐不了 腳會痠 好 所以我們今天KUMI老師就帶來 就是我們的棉花糖 對 我們今天叫做 很厲害的名字喔 飄浮棉花糖 也是不是妳不要站著 我們現在要先做一個巧克力的杯子 所以我們要準備這個模具 它是半圓形的 然後我們待會的話 我們成品會放在那個熱可可 就是熱的飲料上面 我們就是準備那個 這個普天巧克力豆 就是牛扣狀的 然後妳就是把巧克力去做融化的動作就可以了 看妳是要使用微波微的方式啊 今天要隔水加熱都可以 這樣有流動性 這樣子妳在製作的時候會比較好做 因為我們待會兒倒入模具的話 我們要先做一個杯子 就是它的漂浮杯 漂浮底座 然後我們上面才會再放我們的造型棉花糖 就準備一張那個烘焙紙 然後鋪在那個烤盤上 因為待會兒那個多餘的巧克力 我們會把它刮掉 那刮掉的話妳不要就是弄髒它 因為它冷掉之後妳也可以再回收再利用 可以再重複的籠包又可以再食用這樣子 這樣子嗎 對 那我需要一個籠包板 妳好像在做醬油醬 欸真的很像 然後妳就這樣子 不要弄它 不要弄它 讓它的整個巧克力都鋪滿那個 模具裡面 有沒有 然後好了之後呢 妳就把它 從旁邊的角角這樣 多餘的把它滴下去 然後妳好了之後呢 妳就這樣子刮掉多餘的 這樣子妳在脫模的時候才會好脫 然後它上面那個殘餘的那個巧克力 就把它刮乾淨 對 這樣就可以把它拿去冷凍硬起來了 這邊冷凍硬很快大概十幾分鐘 冰硬了之後妳就是反著敲 它那個杯子就會脫下來了 對吧 然後像這個啊 在那個烘焙紙上的這個巧克力啊 妳就等它冷卻 變成那個巧克力甜的時候 它就可以在 就是妳可以在收在妳的碗裡面 然後 下次我要用的話再 重新融化就好 好 好 現在就可以來做那個明花糖囉 這邊 明花糖 明花糖的材料 對 然後呢我們現在呢 就把我們的材料倒進去我們的 鍋子裡面 水 拿進去 欸我覺得 換下妳的水蟲 哈哈哈 然後沙塔 玉米糖漿 待會我們這一鍋糖漿呢 要煮到112度 然後就記得煮杯子那個霧霧雞喔 然後我們這邊有水跟我們的吉利丁粉 然後把它倒進去 攪拌均勻 等它吉利丁液啊 稍微就是 靜置個2-3分鐘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果凍狀 變成果凍狀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拿進去那個微波乳加熱一下 幾秒鐘的時間 讓它的那個吉利丁粉啊 融化在那個 液體裡面 這樣子它的吉利丁粉就不會有顆粒喔 好嗎 想試試喔 就是稍微拌一下底部 因為畢竟我們有砂糖它會沉澱 稍微拌一下底部 然後不要讓它就是 一直沉在下面什麼燒焦就好了 然後它現在在煮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就會冒泡 就是它會沸騰 然後你就 泡溫不進 然後我們現在在煮的同時呢 趕快回來看一下你的吉利丁 它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果凍狀囉 打微波 5-10秒就好了喔 你融化好就把它倒在那個 攪拌缸裡面 鋼粉裡面 好 然後我們這邊溫度也到喔 112 小心燙喔 同學們 然後就不要倒進去 我們用球狀喔 一開始你在打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它的那個 糖漿跟吉利丁把它打發 一開始你在打的時候 記得不要開得太快速 因為你要讓你的那個糖漿跟吉利丁 地啊稍微混合一下之後 你再開快速 好 然後你就開快速把它打發 就是它在一開始它打的時候 它會從那個臭米狀 臭米的液漢 然後變成是那個白色的 然後在打發的時候啊 你可以先來準備一下 那來我們要使用到的工具 這個是鐵盤 還是鐵盤 然後因為 待會我們會把棉花糖 鋪在這個鐵盤上面 所以你的鐵盤上面 記得要噴多沙漢 沒有糖 沒有的時候 還有 噴上去之後 抹一抹喔 薄薄的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撒一點玉米粉 玉米粉的話 記得就是買回來的話 然後要把它抹抹 抹抹 那你應該想要 你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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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著 我先開始拍不去 你要撒一點玉米粉 對 撒一點玉米粉 然後我們棉花糖呢 要打到什麼樣的狀態 它其實不會很久 因為 打到它有點紋路就可以了 有沒有它先打在一起 再過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那個 棉花糖 它已經變成有一點棉花糖的感覺 它都會有點紋路 這樣子就差不多囉 你可以給它停下來看一下 然後你用你的那個 這個頭啊 球狀有沒有 去拉一下你的棉花糖 欸可以 你看它會有一點點溫度 然後又不會馬上消失 那因為像我們 簡直有一個聖誕節的主題 那因為我們要染色 所以你其實在染色的時候啊 你可以就是直接用那個 熟絲劑啊 幫你染色就可以了 很方便 把色膏遞進去 然後我們可以加一點那個 香草醬 如果想要讓它吃起來 調味比較豐富的話 加一點點香草紫醬 或是香草雞都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懶的是 我們今天懶的是黃色 黃色 其實一開始 它從那個透明狀 然後變成乳白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 就可以塗色 對就可以塗色 還要再調麻油色 不用嗎 這樣就可以了 聖誕節再亮一點 現在是要沒看大師本 但是你知道日常生活 它其實沒有這麼的 而來可惜 欸 商天盤也來招他我們是不是 好 像這樣子 你看它還是有點流動性喔 日常版就要有點流動性了 如果沒有流動性的話 你給它鋪在那個鐵盤上面 它就不會平 但是它又不是很濕的那個狀態 就是又不是 就是 馬上攤平 馬上攤平 因為馬上攤平的那個做出來的棉花糖口感 會有點軟 會沒那麼Q 拿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鋪平在這一個 就是 鐵盤上就可以了喔 可以 老師它有掉什麼樣的厚度嗎 沒有就是 基本上它這一個配方的量 我是抓剛好這一個鐵盤的量 這個鐵盤大概多少 對 幫我量一下尺寸 然後老師今天 15 20 15 20 15 20 然後因為今天那個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老師已經有先製作 沒有欸 老師鋪完鋪平之後拿到呢 對 好了之後就把它拿去那個冷藏 或是冷凍都可以 大概30分鐘就可以拿出來壓過去 好嗎 邊 老師先做好了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鐵盤 其實那個我們沒敢大事 把剛剛那個巧克力盤把它拿出來 差不多時間了 拿出來然後你把它敲一敲 它那個那個巧克力就會掉出來 好了 好 準備 下來囉 然後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蓋模具囉 今天我們準備一些 很適合那個 聖誕節的這種小模具 這個是那個薑餅人啊 然後這個熊熊人啊 然後還有聖誕樹 小模具 不要太大喔 因為待會我們會把這個 壓出來的棉花糖 放在我們的巧克力杯上面 所以你的模具選擇要小一點 然後這工具我們在壓模具之前啊 你要先就是撒一點那個玉米粉 那你等一下模具放上去之後 它就沾你住了 我把它撒一點玉米粉 然後我 撒一層 我可以撒 我可以撒嗎 可以啊 之後就是小朋友要寫出來了 不要撒到整個這邊那個時候 這樣還要清 然後 這樣子嘛 一層就可以放好了 等一下 都放一層就好了 老師那個撒後保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啊 它只是就是防沾臉而已啊 你要撒後一點也沒有差 只是說你待會 也是要把玉米粉刷掉 不然它會蓋住你的 你待會沒有辦法畫造型啊 還要畫造型喔 有啊 那我的成品呢 我想說 我以為就要壓壓而已嘛 怎麼可能 老師怎麼會這樣 我想說總會有一個是 真的是 老師啊也是讓我給同學一點 那個挑戰系統 然後就要把它回去這樣子 好先走吧 謝謝 謝謝 然後就這樣子 壓進去而已 很簡單 生餐提卡住了 壓的時候啊 記得稍微扭一下 然後就會 脫落了 為什麼你可以準備 牙籤啊 或是針筆 然後把它這樣挑起來就好了 欸 雪花飄 雪花飄 我這時候幹嘛 雪花飄 然後你就是 你壓出來的時候啊 記得因為你的那個 上面不是有撒一層那個玉米粉嗎 對 就是把它這樣子就是在 玉米粉上稍微 你知道滾動一下 對 不然它才不會你待會放在盤子上 就你知道因為它邊邊會沾黏 對它邊邊會沾黏喔 所以你一定要在它上面的玉米粉 這邊 稍微滾動它一下 滾床 龍子滾床的概念好不好 壓的時候啊 因為棉花糖它有一點點彈性 所以你在壓的時候你要壓到底 模具壓到底之後 要稍微這樣子扭轉一下 模具要扭轉一下 它才會起來好嗎 它才會是漂亮的喔 這是壓模的小技巧 工具要學起來 要點技巧 因為我覺得我用出來就 所以我想說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嗎 你看 誰要你壓到底要扭一下 扭啊 我的襪子被拉長了 那個 我覺得這個環節很適合給小朋友來 很大 很辣 老師這個小孩還小 對 我知道因為生小孩沒恢復吧 對 你是剛生而已老師剛生 所以 剛回來 給老師一點時間 老師會回復苗條的我好嗎 啊好美喔 好多顏色 然後同學我們壓出來之後 我們就 就是 刷掉它上面多餘的粉 對啊刷的很美 其實如果你不畫造型也可以啦 就是其實你也可以直接放 放在那個我們的漂浮杯上面 小朋友應該也會很喜歡 但是因為 畫的造型就會有那種點綴的感覺 加分加分再加分 好自己挑 然後我們就準備那個巧克力 然後巧克力的話就是把它融化 然後我們來化它 你可以把它放在烘果肌 然後讓它就是軟掉之後就可以來化融 好 請教大家 畫一下小水 我們先在它的臉這邊 點一個 小火圓 小火圓 然後你可以再擠在旁邊 沾一下 畫一個小嘴巴 小嘴巴 然後再幫它點兩個眼睛 眼睛 就是這麼可愛 然後可以幫它畫一個有 顏色的內耳 點下去就好了 點下去就好了 然後幫它畫一個蝴蝶結 兩顆三角形 兩顆三角形 好 我們小熊就完成了 然後再畫一個雪花 然後大家畫雪花 拿藍色的巧克力 然後在上面拉寫 那好線之後呢 畫幾個很像那種 倒閉的 黏露 加了雪花 喔 姐姐你看 你看那圍 我畫得很好 我覺得你畫得很好 而且你知道我為什麼 下面有咖啡色的嗎 欸你畫得很好 而且你知道我為什麼 下面有咖啡色的嗎 欸你很棒欸 紅花塑幹給他 放我換我 我還要再教欸 老師的靈感 他也可以是一個很簡單的裝飾 跟一些點擊的甜點 燈泡的感覺 各種造型的 你做完啦 等他那個冷卻 然後我們來 組裝他好嗎 好 然後東西好了之後 你就拿這個杯子 然後你把你的那個 挑一隻你覺得你喜歡了 好囉 放了喔 嗯 那樣子 放下去 再漂浮在上面 然後他的棉花塑就會慢慢的溶解 你在放的時候啊 你可以把它這樣子壓進去一點 這樣子它放下去的瞬間 就會很像那個花朵扇 放的時候 放一點點 欸 欸 我的好熱喔 有沒有 欸我的魚還不要浮在上面 它變那個奶泡的那個感覺 因為它加那個香草精 其實它不會成了你飲料的味道 因為它那個味道淡淡的味道 嗯 喔我能為你搭配到牛花糖 真的很像奶泡的味道 對啊它是奶泡啊 今天這個影片 就是要我們慢慢品嘗我們的 可可牛奶及 英式奶茶 的 片段中 我們要慢慢的下課囉 掰掰喔 記得喜歡我們的影片 按讚點閱跟分享喔 對 然後老師還有出很豐富的那個 米花糖甜筒課 同學記得參加好嗎 也沒有光內餡喔 跟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做法 然後 它的內餡的話 老師有交兩三種口味 然後 造型的話其實交蠻多的 我好像交二十幾種 很超級喔 老師如果沒有去生的話 近期的應該就是都還不少 對因為老師近期是沒有二胎的打算 所以老師最近會把 老師的才華 統統展現出來給你們 好不好 我覺得你好吃喔 吃喔 好啦 掰掰 我很想要 直播一顆口福欸 就好了 你就這樣子啊 你就這樣子 然後就說 我懷疑中間這樣 Q你老師就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這邊 說不好意思卡住 升降台卡住 然後就直播 是哏嗎 我自己 升降台卡住沒有啊 就只有你而已啊 沒有啊 升降台沒有卡住過 就你啊 我就看你能夠升多久 欸 我就看你能夠升多久 欸 我就看你能夠升多久